这部剧可能是中国电视剧史上尺度最大的作品 预告一年多至今无法上线 片头甚至加上了这样一段警告 可即便是这样依旧口碑炸裂 被誉为去年评分最高悬一句 当你打开第一集后一定会欲罢不能 恨不得一口气看完 故事开始于我国台湾省东霖市 女人原本是妇产科医生 却因为特殊的原因变成了连环杀人凶手 甚至吸引了粉丝模仿 这是一场血腥的直播 眼镜男绑架了一个用妇 准备直播将她大卸八块 发现女人是警察后 反而让她更兴奋了 女人根本没有怀孕 为了查案假扮孕妇 被眼镜店拥吼抓了起来 弹幕催促是赶紧动手 趁电锯被卡住的瞬间 女警振脱束缚 抄起摄像机向眼镜砸了过去 眼镜怒了 拿起扳手狠狠将女警砸倒 接着单手掐住她的脖子 准备致命一击 慢性女警侧身躲过 可是她的脚背扯住了 身体悬在半空中 见此情境 眼镜不慌不忙打算先折磨她一番 先用扳手砸在女警腿上 她被砸得无力反抗 接着眼镜扔掉扳手 猛地抱住她脑袋 狠狠向旁边撞了过去 慢慢地女警失去了意识 眼镜也玩腻了 准备结束她的生命 忽然 菜鸟警察任飞赶到 及时开枪将女警救下 其他人一拥而上 把眼镜抓了起来 可任飞却愣在原地 直到队长出现 慢慢按下枪管 她才缓过身来 因为这是她从警生涯开的第一枪 本以为案件就此侦破 但等到审讯时 任飞却只承认杀死了其中一个 看到这样的结果 任飞感她不可思议 因为在几天前 有人就提前告诉了她答案 眼镜一定不是 连环凤失杀人案的真正凶手 她只是凶手的拥动 想靠模仿这种作案手法出名 告诉她这些的人 是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 犯罪心理抛回大师梁彦东 几个月前 她因入室奸杀空姐被捕 而这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巨大阴谋的开始